大家好,我是七叔,欢迎回到频道 有的小伙伴想问我说有没有在这个300元左右 带陀螺仪的这样的一个小的飘移车或者是拉矮车的选项 那今天我们来来分享就是来自松果林的这个16系列 这个车的绝对不是新车啊 它已经推出了很久了 所以说是一台很成熟的车子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挺不错的入门车 前几年也是非常活爆的 那这台车子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色呢 就是标配了陀螺仪 以及是它的整体的这个设计呢 会有很多车壳的选项 那首先可以看到这一款的话呢 是搭配了一个这样子像福特150 或者说像皮卡一样的这个车壳 但是呢还是做了一个低趴的改装 偏向于飘移车的一个造型 并且呢它会有这个防滚架和这个尾翼的造型 以及是后面的扰流板 那在前脸的部分呢 它会有一个尼龙的中网或者防状啊 提升这个车壳的整体的刚性 那这里面还会有一个灯杯的设计 它是有这个可调的灯光的一个选项 在底盘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相对于说比较平整的底盘 并且前面呢还做到了一个这样子海绵的EVA的防状 把这个车壳拿下来 拿下来之前呢还会有四个小金属扣 你把它拔下来就可以了 拔下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电线啊 还会连接在这个垫条上面 你要小心一点点 那像我的话可能习惯性就拔掉了 在这里可以看到它的车架呢 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公路车或者拉力车的车架 采用的是一个四轮传动的系统 前后双差速器四独立悬挂的一个设计 首先来看到前悬挂部分呢 它采用的是这样子一个金属的弹簧啊 这样的一个减震的结构 它呢是有筒身和避震心的设计 但是呢还是不可以灌油的一套系统 当然呢作为一些玩家来说 它也会去DIY 比如说去抹一些很粘的油纸 在这个避震心上面 让它产生一定的阻力 这个玩法是可以的 就是唯一的缺点会比较脏 因为这个油是不密封的 它会来回的在外面接触到一些灰尘 但是它可以很低成本的实现一个阻力的效果 并且呢这个避震器上面是有一个小卡子的功能的 它可以通过它呢调整车子的高度 或者说呢调整这个避震器的软硬 它的上下摆壁呢都是采用了一个尼龙的材质 然后中间的这个传动轴呢是金属的 这个轮胎上面的这一个轴呢是金属的 里面这个差速器呢是采用了尼龙的材质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后面这个转向拉杆呢 也是一个这样的塑胶的材质 这就是前面的这一套悬挂系统 它可以实现一个独立减震的工作 遇到一些不平坦的路面的时候 它会有更好的一个行驶的状态 如果说你是非常颠簸复杂的一些这样的路段的时候呢 我会建议你把这个卡子拿掉 这样子的车子呢可以相当于说变的悬挂 更软一些些 后悬挂部分呢其实和前悬挂是几乎一模一样的设计 只不过呢后面是没有转向的机构 再来看到前轮的转向机构呢 这里是一个舵机啊可以实现全比例操控 那这个舵机上面会有一个舵机保护连接到转向系统 它的转向系统呢是有一定虚位的 这样子呢我觉得说对于我们去跑一些野路 它车子十分不大大来说呢是可以的一个设计 路面上一些细碎的震动 它是可以通过去这样子晃动去抵消掉一些 不然的话你车子就会变得非常敏感啊 有一个细碎小石子它都会把你给带跑偏 那这个车子呢它本身是带有陀螺仪的 所以说也不用太担心走不止 它开启陀螺仪辅助之后呢还是比较容易跑去的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一边的话是它的电池舱啊 采用的是双118650的这种2S的电池 通过一个卡子压在里面 所以说你也可以通过多买几块电池去更换啊 实现更长的一个续航 前面是它的集成式的电条和接收机 也就是它来控制我们的这个电机和舵机 然后接收信号啊 这样实现整个车子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元件 并且呢还可以给我们车辆灯光提供一个供电 那相对来说呢集成的话呢肯定是可以降低造价的 因为这是一台比较便宜的小车 它这个车子是在尾部有一个灯光 然后呢车头有一个可调的灯光啊 这样子一套灯光系统也是丰富它的这个观赏性 整个车子呢是大量采用了尼龙塑胶件 比如说像白臂啊 拉杆啊 以及是二楼板啊 底盘啊 包括后面饶榴板等等 都采用了塑胶件 那这样的设计呢 相对来说车子造价更低 而且也更加的轻巧 那我觉得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定义啊 这样子让我们的车子玩起来呢 成本更低的同时呢 它也会相当来说比较可靠 另外一点呢 就是这个车子的刚性的设计 在它的这个传统中的方向啊 这个方向它是比较有刚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个异形的二楼板提供了更多的刚性的一个结构 但是在横向的扭转方面呢 它这个车身是比较软的 它会有比较多的一个扭动 其实呢 对于低抓路面来说呢 它应该是有一定的适应性的 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它的这一个大尺 包括差速器呢 都是塑胶的 但是轮胎很小 而且动力也不是非常夸张 所以说不用太担心说啊 容易扫尺之类的问题 当然呢 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什么车都会容易坏 就是说我拉到很快的速度了 然后突然去撞墙去憋它 这样子很大的动能和惯性 憋回到这个齿轮上面的时候 相对来说 所有车子都会更容易损坏 这个就是大家在玩车时候 需要去注意的观察环境啊 然后观察你车子的一个状态 它开多快多久能杀住车 然后观察一下你附近 有没有障碍物会碰到它 而且相对来说呢 这个车子的底盘重心呢 也是比较低比较稳的 但是呢 它的通过性就会弱一点 那你选择场地呢 更多也就是像一些板油路啊 小土路啊 比较硬接质的这样子的一些野地 像草丛啊 这些地方还肯定就是玩不了了 那再来看到这个车子游玩过程中 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也是跟一些第一次接触模型小玩来做一个分享 首先呢 车子收到的时候呢 电池和这个电条是分开来的一个状态 我们不要急着去玩 先把电池呢 去充满电 充满电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插头给连接上之后 先别急着开机 我们把遥控器电池放好之后 先把遥控器来开机 它现在正在寻找车子状态下呢 我们再来把车子上开关 长按开机 开机之后啊 我们等待一下它的这个连接 连接好之后呢 灯光就是常亮了一个状态了 比如说它的这个尾灯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打下方向 确认它已经是连上这台车子之后 我们可以轻轻的悬空的试一下油门 确认这台车子已经连接成功了 不要在这个连接的过程中去踩油门 会导致它的一些功能的紊乱 然后呢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油门不同的深度 在不同深度的情况下呢 它的这个速度会随着你的油门变化 这个呢就是全比例油门的一个特性 这样子车子开起来呢 更有操控的感觉 然后再来看它的转向系统 我们的车子手轮转多少 它就会同步的转多少 实现一个全比例的转向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呢 也是可以提升你的一个架控的手感 速度方面呢 我觉得也还可以啊 挺快的 那这里呢 再来介绍一下遥控器上的几个功能 首先是这个ESP 也就是它的陀螺依功能 那厂家是这么去定义这个名字的 也有它的一个特色 它的这个陀螺依呢 不是说静态就会启动的 这个陀螺依是在动态运行中 才会启动的一个陀螺依 并且呢 它随着你的车身的这个扭转的角度 它进行一个循迹性的捕震 就是你回到原来的这个角度之后 它的方向才慢慢回来 这样子呢 可以有助于你车子去走直 也比较适合一些高速行驶的玩法 这里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踩油门 它就会进行相对应的一个反打动作 来把车子回正 然后呢 我们开的大小呢 就会影响到它的敏感度 结合实地的这个抓地力 包括你的手感去进行一个调节 第二个选项是ST trim 也就是它的方向微调 我们只要做到基本两边是对称的就可以了 用车子跑起来的时候 其实它有很多路面上的一些影响 包括是说你加速的时候 产生的一些这个策划之类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呢 你也不用指望车子会自动百分之百走直 这台车子有陀螺依辅助呢 也会好一些 但是呢 你还是需要自己一直手 拿着这个手轮去辅助控制的 这个是玩车要注意点 不是说我们车子丢在那里 然后就手这样一扣油门这样出去 这个玩法是不对的 最后一个旋钮呢 是STDR 这个旋钮的意思呢 就是调整我们转向的最大幅度 也就是说我打放打底的时候 这个轮胎转多少 这个也是结合你场地的抓地力 和你自己想要的玩法和手感 进行自由的一个选择 没有说一个什么叫正确的参数 这种概念 下面两个选项呢 是TH和ST的反转 一般情况下呢 是不会用到的 再看到下面的这个CH4呢 是这个车子的速度功能的调节 最靠近你的这个虎口的状态下呢 是最低的速度 往前推一挡 会更快一些 然后推到底的话 它就是它的最高速度 然后同样呢 在每个档位里都是全体力的油门 你想要多大油门 就是多大油门 可以进行很新银的控制 在我们行驶的过程中 翻机往前推 就是一个刹车的动作 刹停之后呢 才可以进行倒车 那这样的设计呢 是针对高速模型的一个特色的设计 也是比较普遍采用的一个逻辑 这样子才能保证我们的轮胎 一直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抓地力的状态 不然你在全速正转的时候突然反转的话 轮胎既杀不住 也不能实现一个倒车的动作 因为它一下子这个速差太大 它直接就会打滑了 这个也是要去注意到的一个小的细节 那另外呢 这个车子呢提供了两套轮胎 一套呢相对来说是耐磨且有一定抓地力的拉力轮胎 可以玩一些板油啊 小土路啊 以及是一些广场啊 等等很多场地 那如果说你去找到一些很光滑的场地的时候 换上它的飘移轮胎 加上它的陀螺衣辅助 也可以玩一些小飘移的动作 这个呢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设定 一台车子呢会有更多的一个玩法 整体上来说呢 这样的车子呢 其实最大特色呢 就是它的外观 是这种跑车或者飘移车的一个造型 那同时呢 它的重心也更低 更加适合一些在平整路面上的高速行驶的玩法 并且呢作为一个入门级的小模型呢 我们放几个装筒啊 进行一些绕装的游玩呢 也是很有趣的 或者说的进行一些飘移的玩法 也是很有趣的 那有刷电机 为什么我会比较推荐 首先是价格很低廉 同时呢 它的操控线性会比较好 对于新手来说 去理解速度和油门的关系呢 你会更加快速地去上手 而且速度我觉得也挺快的 如果你的兴趣是这样子啊 在广场上或空旷的路面上去拉急速的话 享受这个车子快速略过这种感觉的话呢 相对来说 无刷版本确实会更快一些 这个是你可以去考虑的一个选项 不然的话 我觉得说入门还是有刷 会更加推荐一点 可玩性其实是比较高的 OK 那么文件视频就到这里 在我主页还有更多RC1资讯 我是你奇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